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小心看这件事 这个专闻小组叫做推广香港优势专责小组 里面其实除了有陈茂波、张国军、劳宠茂之外 其实非官方成员我们看到一个名字 就是如果最近有看《级十九岁的我的话》 都会认识他的 就是张婉庭导演 张婉庭导演其实之前也很有名 拍摄过很多香港很贴地的电影 那究竟为什么他这次会进入这个小组呢 你看着这张照片 如果是纯体照片 大家会觉得不是吧 因为《级十九岁的我》 如果大家记不记得 在一个记者投票里 是拿了本年度香港最佳电影 就是《级十九岁的我》 是一出纪录片来的 也是张婉庭被邀请去 我不记得是《真光》的中学小学 就是他的历史 其实《级十九岁的我》 原本是用一年的时间 结果结果用了六年的时间 去拍摄这一出 十年了 对不起 十年的时间 经历了中间有一个社会运动 就是那些学生 用六个学生做背景 其实大家都很期待看这出电影 因为里面很吸引 我看到很多人看完 他说真的有很多很振奋的讯息 看到时代的变迁 而用一个这样的角度大家都很好 当然大家看到张婉庭导演 既然带给大家这么多的高兴趣的时候 突然间进入这一组 你看一看 官方我们不用说 但是非官方也有些问题 非官方也有些问题 非官方就有黎瑞光 黎瑞光稍后也要跟大家说 他就是TVB的老板 这是什么吗 就是共产党的党员 是TVB的老板 在这个组内 大家知道了 电视媒介 要唱好香港少了 聖志民是比较熟 那之前海洋公园 就不用了 现在回到大陆 用意见和發展他们的娱乐事业 我想是街址的东西 好了 今天就有一张队庭 就出来了,有了张远亭 我想问一问大家,如果你就这样听一听 尤其是每天都爆的,依然是爆的,级十九岁的我 你如果纯粹听了这样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大家可以留下意见的 因为我觉得一听到这样的时候,是有没有一些刺激呢? 是有刺激的,因为说张国军,劳宠某,陈茂波,始语为五 你会怎么看呢?Fiona 不是很懂得看的,她平时拍的电影都是很贴地的香港电影 其实她对于香港民生方面很清楚 但她就去了这个小组,一起去唱好香港 我觉得她的初心是不变的,但她可能想一下如何以她自己的角色去加入这个小组 然后去… 力患狂难 是 因为我也觉得你大过女 我刚才这样听,真的很安慰 因为我们很容易跌入陷阱 哇,我给你做一个很简单的exercise 你就会知道了 假若非官方成员,我们知道有黎稠江 这个电视界,盛志文,城市的娱乐 如果那个导演不是张远廷,我给你换了一个叫做黄晶 那你就会知道,哇,大佬,还需要你讲啊,肯定了 但是现在由黄晶,如果是黄晶的话 转去张远廷,你会有什么想法呢? 我立刻想,在香港一个这么窄的环境里面 大家都知道,现在所有的东西 为什么大家最近会这么喜欢香港的电影呢? 在里面的信息是要曲线到不曲线 很窄的环境下,在一堆东西里面 塞一两个想法里面,帮香港人说话 而在一个这样的层面里面 你想想,如果说好香港 我估计他都会邀请一堆人的 有些人可能他的心里面就不可以 他可能不承受到人 如果听到,一定会骂的 有些人非黑即白,很简单的事情 他不会想中间,如果你不同的纲位里面 是会有一个很大的挣扎 而他做一个选择去做这件事 你猜他知不知道会有人骂他呢? 他拍完一出《级十九岁的我》 然后加入这个城会 如果是前后,前后,前后 肯定有回响 今天我和你都在谈谈 但我又觉得你长大女儿 就是觉得,嗯,或者加入这些里面 那些人可能想唱得很差 但最终他是导演,他要拍片的嘛 是谁负责拍片,就不是陈茂波嘛 又不是那个张国军嘛 是他嘛 是啊 就是说,在集合座里面 会不会他能够发挥一个 当大家都用他们中共式的唱好的时候 他拉回大家 或者他不拉,拍的时候做这件事 我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他的心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最终,他做不做到这件事 不知道,我觉得他现在可能是一个 摘取了一个危险 他觉得是可能他自己可以做到的一件事 他就做这件事 如果有人邀请你呢? 譬如说,如果你是张远廷 我现在邀请Fiona 说真的,我是何德何能 不是,我们大家都是何德何能 我们是小市民一个 我们海外小香港人 你真是刚好那个波滑到你那里 现在政府邀请你 Fiona 你会不会考虑加入我们这个 说好香港故事的专案小组去推广 尤其是大湾区和香港的一个优势 难点 不是,我说的难点 是因为我又不懂得香港电影 我代入不了他那个 不是啊,如果你是 如果我自己是 有张远廷 你是,你直接是张远廷 你有这个技巧 那我就想问一下 张远廷导演,为什么你不加入呢? 不想 其实我就会觉得,如果我自己 你就是张远廷 你自己是什么 Fiona,我当然知道你不会 我也不会 如果你是张远廷 你的想法是 你会不会想在一个很窄的地方 为香港做些事 他咯,这个是他的决定 我希望他能做到的 这个也是我今早看到这个新闻里面 我自己问自己的问题 也问大家 假若你是张远廷 你会不会拿到这个位置呢? 肯定 有很多人在骂你 肯定会跟你割席啦 但是 你会去到今时今日 香港仍然有一些电影拍到出来 在一个这么差的环境当中 是因为那些人仍然在一个圈里面 还可以有一个 未封闭的东西 所以我在想 如果进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那些人会不会骂你 一早知道了 你很坏的了 政府 终于跪下 通常是张远远看 跪下 这些还不是跪下 有很多好处给你 一定听这些说话的 但是我刚刚想到 张远廷 张远廷导演 如果需要这件事 他肯定会去到这个 这是我里面的一个大问题 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 电影圈 是好 你会看到电影圈 不会真的分得这么清晰 除了你说周冠威 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大部分 电影圈是好 就算你知道那个导演 是政治立场是怎么样 但是可能他拿计划 又或者他找个CAS 都未必是全黄的 同意 五圈是很有趣的 就是 那个电影圈很有趣 就是我们会怕被人骂 那样东西 是啊 还有他可能不混乱 不同的元素 是不同的政治取态的人 都一起合作 这样跟其他界别 是有少少不同的 那我们看看 他可不可以做到这件事 我也很想知道 但是 你说 接着就是另外一个 刚才我们说的 非官方成员 其中一个是黎瑞江 这件事就跟他有关了 他最近 应该是在Facebook 有一个叫大台小股东大联盟 他们很好 他都关心TVB 他们每个都想TVB好 因为他买了股票 他们做了一个讨论 就看看TVB的股票 为什么到现在搞成这样 到妈妈都不认得 甚至乎奶奶都不认得 奶奶都不认得 他列了八大过失 包括升美债券的损失 经营不善 年度亏损 财务管理混乱 债台高质 不务正业 涉及利益冲突 艺人不断离嘲 还有错误用人 这些点全部都是致命的 最好笑的是 他里面的小股东 指出了 他说 小股东那里 他说TVB的大股东 是内地商人 乐黎瑞江 和主席许图 要求两位 就要公开回应 所以提出刚才你说的问题 其中一行挺好笑 不务正业 就是说 他做一个电视台 不是真心专专心心去做电视台 我觉得挺好笑的 其实他也有电视节目出 不知道为什么股东 就会告诉他 咦 可能是炒一下股票 他说 历年里面 他说最近 这家公司是靠什么赚钱 就剁其他东西的 就是他作出声明 就是TVB立刻 在网上高 因为有这件事 那立刻董事局 就出回应 就是TVB广播回应 他说要澄清 电视广播表示 过去数年 香港是饱受 赖什么呢 社会运动 新冠疫情的 双重夹击底下 艰苦经营底下的大环境 TVB厉害了 仍然保持良好的表现 他的旗舰 就是翡翠台 仍然是香港最多观众的 黄金时段 总收市是维持25点 好像很多 不知道怎么算 观众的占有率是77% 而且中国内地的业务 在去年的上半年 攀升了42% 但是我反而觉得那帮小股东联盟 其实我想他指出了一件事 因为他说 为什么呢 如果在上半年 这些事情的时候 叫他们尽快召开股东会议 要回应 否则 请他们回应 因为他现在的账目上 真的不合理 首先 他的账面是有9.1亿的现金 但是他们有银行 透支了1.87亿现金 然后他说其余的就是定存 但是究竟有5.5亿的资金 是去了哪里呢 他说他们有些莫名其妙的投资 包括投资作为一个 美国 Imagine Entertainment 的公司 接着再收购 你记得当时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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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当时是和王维基练过 根本这些都不是他们自己业务上的东西 就乱收购 然后用人方面有什么问题呢 那些股东就点名 点名是有几个 包括曾志为 萧细和和黄祖南 他说这些高层 他说对业绩根本没有帮助 反而很多大型节目被观众批评 例如和港同合作的颁奖典礼 港正在五十周年 五十五周年台庆 全部的艺人都不知道是谁 以前他们看惯的艺人都走了 所以他说这些种种 还不是不务正业? 我觉得这些苦主联盟是帮了TVB的 他们说严重声明 他说他们是失实的报导 到底这些是否真的小股东苦主 他们不知道 最初在Facebook里说了 一众小股东在公开信里指出 TVB以往的管理层 在过去多年不懂投资是什么呢? 以省钱来赚钱 即是cut cost cut到没得再cut 那些人看到这些节目就很流 你又看到那些什么 年轻人聊聊天那些 就是很老年的人 做年轻人聊什么 应该叫做年轻人聊什么 那些人 所以全部 因为为什么呢? 我觉得都是一个问题来的 因为整个TVB里面 那个大股东 叫黎瑞光 是共产党的党员 我觉得其实呢 我不知道 当TVB呢 当然没有一条条例说 不准一个党员 以前香港呢 他为什么要找了许图这些呢? 其实应该是一家香港的上市的一个媒体公司 老板的幕后一定是香港人的嘛 我现在黎瑞光都应该 隔了这么多年 都会变成一个香港人 有多难呢? 但是问题 喂 如果他是跟党走的话 之前又加上之前 就是张婉庭那个唱好香港 你说如果张婉庭 我就是这样看了 哇 TVB又是你在帮国家 唱好国家 唱好香港故事 没有任何人 就是 你想想他说到自己的收视25点这么高 全部的信息都是来自政府的 上级那时 陈茂波要推出什么 又是这件事的 盛智民又出来说 假扮了鬼佬 他真的是鬼佬 他是鬼佬 还是犹太人 还是加拿大的犹太人 是啊 他是假扮了大陆人 他是真真正正的 真是共产党员 就是鬼佬也有选择共产党 就是这样 你想想一下 整个香港的电视观众 有一堆 你说那些人不看 或者看ViuTV那些 他都会自己有独立思考 但是有百多万 还有新香港人 是天天给你 是这样看着TVB 喂 这样真的是不务正业的 那些人不离开都不 而且简单说 如果你的节目 是很好看的话 那你的股价应该升 是不是 陈豪 就是一堆人不离开 为什么 有这样说 如果他真的有一个表演 是很好看的 其实香港人 他是不是没有好看的表演 一个都没有呢 我估计都有的 你想想一下 我们不会知道 因为我们已经不再看了 他是由做假新闻开始 我们已经不再看TVB 你说得非常好 如果能够有一个节目 好看到原本不看 我都按来看看 也不会有 香港人其实 他们眼睛都是很雪亮的 是不是 就算他们 我相信 他们应该是 一定有一两个剧是 超好看的 没理由没有吧 这几年 但是我们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们已经不再看了 上网都看到 就会跳过那个新闻 你明白吗 所以我们已经发展到 是一个会跳过TVB 任何东西 你觉得 就这么说 如果我们身为做一个 时事 或者一个资讯平台 其实 等于你也要看HK01 你也要看东方 为什么呢 大公报 因为他也有些东西 说的是关于政治难 如果今天我们不看TVB 有TVB 就 skip 那我们就不知道 原来是有这件事的 虎主大 就是那些大联盟 还有你知不知道 我曾经 是有人 求我回去TVB 帮他换TVB 你知不知道 我曾经是一个抢手货 什么Buddy 是抢手货 我正在拍《烈火红心》 就是二千年左右的事 那些人就说 你能不能帮我 这个限量版 你能不能帮我换TVBuddy 有什么颜色 有石 有石 我送锁匙扣 不用了 他还想进来 参观TVB电视城 你问一下自己 你会不会想参观TVB电视城 以前我会带着朋友的儿子 进去 偷偷摸摸 带他进去 以前有这个机会 可以进去参观 是一个宝货 参加做节目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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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厉害 是一个TVB人 他说那时候的年代 你进了TVB 好像有光环 觉得自己好 对啊 由那时候到现在 你想想 股价都反映了 你要想想 客观点 你很喜欢看TVB 也是 为什么股价会插成这样 如果这么好的时候 为什么一些 一线的 花弹 小生 会走光 如果这么好 这么好 好到会飞 我当你是好 为什么我们 那些人 不会反过来 看一看 真棒 吸引度放不下 现在今时今日 我只是唯一一个男人 我知道在TVB 就是让人 没有了 现在你买了股票的话 你不要 黎耀祥那些 是不是就是TVB的 不知道 I have no idea 我真的 真的有 idea 真的有 idea 不知道 我只知道有样 每个都做了大湾仔 是不是 真的也是 不是啊 那些大湾仔 都不是TVB的了 我知道 他们自己走了去找食 就是做大湾仔 祖南回来 曾志偉就做了经历 现在我现在看下去 你知道最惨的是什么 我看着TVBuddy 我是看见曾志偉站了上高 他的身形和TVB的比例是很相似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些人突然看下去 TVBuddy 曾志偉 但是不是 今天在雍正正的Facebook page 他就post了这一件案 就是这一套戏 然后他在文章里面 就写 彭楚迎案 发生在香港殖民时代 最法治的悲剧 当中有隻手遮天的管治人物 被操控的警队 以及是不作为的法庭 绝对可以拍成电影 好了 然后他这样一分享 然后上面这样写完之后 很多人就记起 是的 彭楚迎案 其实也很像这一套戏 这一套戏会不会是影射了 彭楚迎案呢 但是其实彭楚迎案 其实我就 我有听过这一件案 但是我不知道这一件案 那我今早听 听回这件案已经是什么 都挺黑暗的 其实那时候 其实我很惊喜 那时候原来已经有这些 不只是官商勾结 只是这么黑暗的一件事出现了 而那时候可能整个社会 是没有这些很土公义的事 所以很少媒体报 也很快就没有人再提这一件案 嗯 但是其实彭楚迎 那件案是影响了 陈方安生的弟弟的 那当时话说有个摩托 就是发现到有摩托 那个骨是被融掉的 就是融丝案来的 其实就是融到那些骨髓没有 那他为什么今天那些人拿出来呢 都像我刚才说 因为紫华神 现在是神来的 出气 毒舌大狀已经破了五千万 那很快都会不会破一亿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出气 所以就融丝说的时候 那这个联想就是 就是当时 就是毒舌大狀也好 正义回狼也好 都是说英国殖民的时代里面的法治 大家都很喜欢 就是那个叫做普通法 就是common law 那就是我们最重要 就是查明的真相 就不能给一些权贵去操弄 如果你有看毒舌大狀 我们经常都会看到 最重要是讨回公道 那么我就去看 然后去看一些访问 看一些片段 那些人说给我听 最大发人心就是指华 由一个他自己形容自己是一个契递的律师 变成一个为王丹妮争取 一个豪门里面能够揭手遮天 能够没办法人挑战他的底下 帮他争取这个法庭 在里面帮他代表他 所以最后他能够脱罪 那真的很开心 大家觉得香港就是需要这些 所以我也在说香港就是要很曲线港 取悠公道 但是你再看这宗案 这个就是第一个人的印象 当雍正正一说出来 大家记得雍正正在商台做过一些奇案 他以一个大律师的身份 说一些案情里面 他也去追击当时一些佛门 借着佛门去骗钱 那些主持人为什么会有这么漂亮的豪宅 去度假和离姑那些 如果大家看回来 但这宗案他今天这么说出来 我又觉得要大家要小心 正如我们为什么刚才要提醒大家 当你一看到张远廷 进了政策组的时候 唱好香港 那你就说一定是 变了折了 正如这么说了 我们这一刻 刚才你说了 正正就是大家 原来那时候 陈方安生的弟弟 结果 是没有人起诉他 结果一件这么大件事 好像 警队又插不了手 最终 好像他就无罪释放了 大家都也说到 他妈警告 雍正正去法庭 我想是代表那个模特儿的家 就说 喂 你小心啊 带着一些清水 随时有人淋强水 你就可以有清水洗眼 不用那么伤了 说到很恐怖 我就觉得 时间的timing 真的有点奇怪了 雍正正 我本人不认识他 不过我当时 听他做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他里面 也有一个挺正义的性格 要不然他选择那个老公 有人说他带你这么多 师傅 大家都知道 合女来的 是不是 但最近合女 大家要知道他新的婚姻 也很好 找到新的第二段婚姻 嫁了何氏家族 即是那个赌王的家族 他嫁了赌王的家族 我就觉得 现在有什么红得过 子华的出气 或者是红得过子华 就是子华出气 或者说关于子华的东西 大家就说 哇子华是 代表一件事的 代表 就是说了 这个就是香港 最重要是公道 但是他现在将这件案 在说子华 用了子华这出气 说这件事 暗示了 或者大家联想到 香港那时候 殖民时代 一样那么黑暗的 这个目标呢 其实他这部电影 是不是真的影射那一带 不是的 但是呢 就是 那些人 联想到一个权贵 就是说 Fisher 就是做廖子鱼 是可以只手遮天的 记者 就是可以令到 在那个审判那里 那些记者 不出现都可以 你想想 那个权力可以带到 记者 我可以当时的他们 可以影响到 记者你千万不要努力 就是没人报道 就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你就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了 所以 我觉得有点奇怪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 真的不要那么容易 现在当然 可能都是真的 大家要查回 查阅多一些 但是在这个时间 最开心是哪些人呢 最开心就是统战部 最紧要就是英国殖民时代 里面的法例 都很黑暗的 里面都是有 脚手遮天的 陈方安生 他们 他们就是一样 好像你们所想的 你们说我们坏 陈方安生的弟弟 又是保得住 没人敢起诉他 这样 哦 但是在任何情况之下 都不可以容许 这些事发生的 但是现在你未清楚 里面的来龙去脉 他就这样说了 说一说出来 你记住 他 我们现在就这样听 你刚才是纳一纳听一听 那段时间 是他的说法 或者是这件事的 大概那件事 到底为什么他可以 走得掉呢 到底是不是真的 没有查过呢 还是没有证据呢 还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不记得了 但是现在我们最能入脑是 原来那时候也很黑暗 就是这件事 我经常觉得 在今时今日 我们去看任何 因为最容易入脑是什么呢 娱乐消息 紫华神 你想想 人最惨是 我们现在会之后 我们再消化 再消化 但是 第一印象很重要 紫华神是好的 然后 有人用了紫华神的 说他自己的故事 我们不知道他背后有什么 当然我不可以批评他 不过意思是 你看着一个 我们所看的所有东西 不可以是好 面对 说什么 标题就是这样 全世界 就算是英国 美国 也有黑暗的 对 我觉得也不是 我看也不觉得是那么大件事 当然是气还气 但是其实 这案子本身 都真的是 是很黑暗的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我听回 其实他的死是没有了头 他没有了头 警方就说他不知道 拦弱 还是什么 所以他就撞了 所以就撞掉了头 就是怎么样 但是其实当中他住的那间屋 其实是方 方安 陈方安生 不是他弟弟 他弟弟 我没有拿到他的名字 因为方曼生 其实是方曼生的房子 而中间那几年他都有进去收信 有进去住 所以其实很可疑的 但是警方 因为他濫药 致死就是怎么样 所以没有开到死因言讯 那些这样的 所以整个案子 大家可以去听回 的确真的有很多 可疑的 当时 你想想 叶柳淑仪这么控制 整件事可以 避免了叶柳淑仪 而 没有事 是很奇怪的 整件事 但是我觉得公义是不分年代的 无论你在任何的司法制度下 不公义 其实也是 不应该 这样 今天他就提了这件事 他有没有联系到两套戏 他到底是怎么样 不知道 不过 它是很有趣的 是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什么年代不公义 当然是不可以 OK 一定 黑就黑 白就白 不过意思是在那个 出的时间里面 大家真的要多一重 想多一件事 否则给一个 舆论的 一种的大向 你是很容易 纯粹是 当然没有人会想有 不公义在 就算英职民事 你不公义都是要 惩罚的 但是 如果 那件事是被你带到 咦 这件事 很黑暗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段时间 这么久都不讲 为什么现在讲 那种 总之大家 醒目点 Hong Kong A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的声音 香港人的主场